機車一輛接一輛呼嘯而過 另一頭又有好幾輛機車迎面而來 這也是最近爆紅的跑山熱點台七椅 網路影片山道猴子的一生 短短幾天創下數百萬點閱 也讓台七椅週末迎來大量人潮 轄區警方估算車輛比過去假日多了大約三成 為了防範人多違規也變多 警方設置攔檢站加強取締 19號晚間11點到20號凌晨1點 查獲無照駕駛11件 三人為戴安全帽車牌與其註銷一件 以及一輛噪音車 但不只是晚上要抓違規 白天設置臨時測速照相 就是要避免車友在山路競速飆車 釀成車禍 不過當地居民已經苦不堪言 垃圾跟水地大小變也是非常的嚴重 不只是只有噪音飆車這種問題 因為這三四年來特別明顯 他們這樣過彎的時候都很有可能就是 打滑還是幹嘛 其實這很危險 不只是自家門口被當垃圾場 居民說大批車友聚集在門口擋住出入 更造成困擾 台旗以事故見述 桃園和新北市合計 去年一共78件受傷一件死亡 今年1到7月91件受傷一件死亡 但居民說有許多騎士在彎道自摔都沒有報警 事故見述恐怕多更多 平常我們三峽分局都會在這邊編排測速或是一些違規取締 有時候也會編排監禁聯合機場 就是加強排氣管各類違規的取締 藍茶 警方表示近期騎車上台旗移的人越來越多 接下來也會加強取締的頻率 避免動畫裡的悲慘結尾一再在真實世界上演 TVBS新聞正式為郭穎新北市報導